那随着疫情不断的升温 武汉也封城了 但是却传出有将近400位台湾人 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回台 纷纷打电话或是透过亲友 去向陆委会海基会求助 那有些人非常恐慌 他们是有慢性病的 但是药吃完了怎么办呢 很想赶快回家 血癌的患者没有药了血癌 然后还有什么红斑蓝疮的患者 也是没有药了 都是很紧急很紧急 还有心脏病患者 他是被卡在武汉的台湾人 透过视讯表达自己跟其他将近400位 被拘留在武汉的台湾民众 急着想回家的行径 还有些群众身上的人民币 只剩200块 然后又没有地方可以换钱 很多就是里面有感染的病患 他们就整个社区都被封闭了 他没有办法给你确诊 因为医院已经满了 然后就全部就是让你回家 然后把你家门都拿木板和铁条 全部把你封起来 不让你出来 他们大多不是台商 都是短期旅游居留 如今却因为武汉封城回不了家 除了用药不够外 不敢看医生 还有在台湾的老婆小产 先生却回不来 甚至还有些小孩可能因为无法及时回台 错过证照考试 每个人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现在还传出有滞留中国的台商确诊 让他们更担心了 海机会服务中心下午民众服务没停过 除了办理认证业务 还有接不完的电话 许多都是武汉肺炎被滞留在封城的武汉地区 打回台湾求助 一天内就接了超过250通电话 我们陆委会海机会 事实上就已经透过了两岸既有的沟通联系的管道 向陆方表达应该头上照顾我方人员 向陆方探寻可能的协处方式 陆委会也紧急接洽 专机遣返 目前还没得到中国官方回应 随着疫情升温被困得台湾民众心急如焚 只能等待双方接洽 尽早回到台湾 3D新闻方伯峰 陈燕豪台北称后岛 我们3D新闻也独家访问到一对父母 他们的孩子就是回不来的个案 因为被公司派到武汉去短期支援 没想到除夕那天说好要回来吃团圆饭的 飞机不飞就不飞 那么现在想到小孩 父母俩忍不住流下眼泪 每年都会一起过年的 然后当下听到他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 我真的难过了就哭了 他就说妈妈我想要回家 我真的心里都好难过 讲到忍不住流下眼泪 因为这名妈妈的小孩 被公司派去中国短期支援 现在却被困在武汉回不了家 压力很大 我怕他又就是说想不开之类的 我每天都会跟他打电话 什么些东西现在都很贵 然后都是用抢 每天也不敢出去 然后出去就怕说万一被感染怎么办 儿子在武汉扣照食物几乎都快没了 因为疫区的大街上 一整排店家大门绳索 卖场的蔬菜肉品也通通被搜刮一空 但做父母的却什么忙都帮不上 想到这又忍不住哭出来 在一个妈妈的这个心情 真的会很不好很难过 然后就是希望就是 政府方面能够帮帮忙 帮我们想想办法 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老百姓而已 拜托政府帮帮他们 但每天求助陆委会海基会 依旧毫无进展 我找陆委会 陆委会叫找海基会 海基会他是留给我一个国台办的电话 叫我儿子去打电话过去 透过个人管道来求助 但是到目前好像没有什么帮助 孩子滞留在中国回不了家 家属心急如焚 没想到竟然还有网友留言 要他们有病就别回来传染了 人民币那么香就留在那里吧 不欢迎他们回来 有一点也就是说 叫他们在那边不要回来 因为回来会感染嘛 所以叫他们在那边不要回来 在那边死一死算了 所以这个我听得真的非常难过 回来的话 我们做好隔离就没有这个问题 强调只要能回家隔离多久都不是问题 武汉肺炎疫情延烧 受困当地的台湾人家属 只盼望亲人能够尽早踏上回家的路 三立圈里维婷中海台北报道 你就好 帮忙 你 你